這是我的獨家吃法 才50大 可以 哈囉大家我們是龍兄弟 我是魯雷 歡迎來到龍兄弟開箱頻道 今天呢又來執行我們的主頻道的 頻道會員企劃投稿啦 這次開箱的系列叫做 超香即時系列 那我就思考了很久說 超香 就像每個月我們都會拍新品 那還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拍 這我突然想到 這台即將要寒冬露骨 會有一點熱熱的湯 就可以溫暖人心 不如就來開箱超香的湯品好了 以上幾款 總共有6款要跟大家介紹 我還少買了一款 不過那一款的話有在那個 一週吃超香那一個影片的時候有出現 就是Seven的玉米濃湯 那我今天這6款都是從Seven買的啦 之後如果有機會再來開全家的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喜歡喝湯的人 而且我會把一顆 三角飯糰丟進去 就會變成糖飯 這是我的獨家吃法 大家可以試試看 首先我們要先進入微波時間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請小方手放微波好啦 第一碗就是我們的 鮭魚味噌湯 爹爹 為什麼它要列為我的愛湯呢 它這碗是45元 但它裡面的鮭魚 今天這碗運氣比較不好 只有一塊鮭魚 兩塊兩塊 對一碗的話我可能 偶爾會吃到3塊4塊這樣子 接下來旁邊這碗是剝皮辣燥湯 還不錯耶 這碗59元 不過可以看到一整隻大大的雞腿 而且有很多的剝皮辣椒 看我從來沒有喝 喔兩隻雞腿耶 我從來不知道 有這一款的湯品耶 聞起來的話剛 剝皮辣椒湯的味道非常的重 跟大家偷偷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UberEat上面 找到一間叫龍顏劇的湯 超好喝 好只是很貴而已 好啦 平常最喜歡的味道 主要有一點是因為 就是它有加蔥花在裡面 我覺得我家蔥花完全就是一個 加分 然後這一碗湯的話 你可以丟什麼雞肉飯飯糰 但不要丟肉鬆飯糰 肉鬆會整個浮在你的湯表面上面 變得一種 不明物體 然後丟 鮭魚卵飯糰也可以 鮪魚飯糰也可以 再一碗偏甜 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是很期望那種 因為味噌有分超多種 紅味噌啊 白味噌 黃味噌等等的 這碗是比較偏甜的味噌 下一碗 我剛才偷偷問一下 小幫手撥皮辣椒會不會辣 沒有太常食用到剝皮辣椒這種東西 喔 好鹹喔 喔 它的辣是屬於跟著湯 湯的那種辣 就湯進去你的嘴巴就不辣了 很神奇的一個東西 但是它超鹹 它比剛剛的味噌湯還要鹹大概 兩倍 醬油的味道 如果你吃很重鹹的話 這樣我還蠻適合你的 還是有人可以告訴我 剝皮辣椒湯本來就是要吃到很鹹 那我先試一下它的雞肉好了 喔 雞肉圍材但是可以 畢竟喝雞湯本來就是 很主要是要喝它的湯的精華嘛 點綴用 這本不是有賣那個嗎 麥 把麥放進去 或是把白飯包放進去 你這碗可以再加 半個小碗的熱開水 進去味道應該會剛剛好 我已經覺得我吃很鹹了 這個好鹹 好了接下來兩碗的話呢 完熟番茄蔬菜湯 跟我們的花椰菜燉湯 這一碗超香的耶 這個 喔 裡面有通心粉 不是通心粉 這是螺絲麵 但是通心粉 螺絲麵都對我言都是 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但它超濃 有沒有紅蘿蔔 好先扣1分 因為紅蘿蔔 好啦紅蘿蔔在湯裡面 我不咬到它 我還能記得 但它料超級爆多的 裡面的話感覺有 花椰菜啊 紅蘿蔔 洋蔥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就是蔬菜 是芹菜嗎 之類的東西 還不錯 還有高麗菜 旁邊這碗的話是 我們的花椰菜蔬菜湯 這裡面也有螺絲麵 欸它有肉耶 它有肉塊在裡面 這肉很像那個 他們的雞肉沙拉裡面的肉 紐澳樑雞肉的概念 它裡面有一些白醬 可能要拉開一下 感覺很不錯 這一碗的話有很多的花椰菜碎 有一些紅蘿蔔碎的樣子 喔有香菇耶 少量的香菇 為了不讓味蕾被混淆 要先喝清淡的 奶油濃湯應該算比較清淡 這碗的話是55元 它沒有那麼勾 牛排罐 裡面的濃湯不是超級淋濃嗎 它是屬於比較偏 沒有那麼稀 也沒有那麼濃的 剛剛好的湯 它有一個蒜味在裡面喔 但是整體蠻棒的耶 重點是它裡面還有螺絲麵 食量不大的人 這碗下去就 就把它分飽了 聽起來覺得可以再配一個三角飯出來 重點是 它的花椰菜 你聽 還是脆的 沒有到很脆 但是就是燉過湯的那種脆 是可以咬的 螺絲麵也沒有爛爛的 每一口都可以喝到很多花椰菜碎 上面浮了一點點的辣油 但是就是一個體味用 完全不足以讓你覺得 有感覺到辣 接下來左手邊這碗是49元的 完熟番茄蔬菜湯 裡面有一顆非常大的番茄 其實我有點懼怕這種一大塊的番茄 因為我常吃的健康餐裡面就有這種 滴到滴到滴到 我今天穿白色的衣服不能滴到 等一下 貼到了 酸甜酸甜的耶 然後鹹度適中耶 它有番茄醬的味道 如果你喜歡番茄醬的話 你應該會喜歡這一碗 然後它的湯的主地跟旁邊這一碗差不了多少 這一碗感覺可以再加個東西 哼 我知道了 左邊這碗完熟番茄濃湯 你可以買麵包來沾 因為它很有那個 義式的風味 然後它的口味是夠重的 你可以買麵包吐司啊 丟上去當那種就是 沾料來吃 或是泡進去 應該都蠻棒的 換下面兩碗 接下來兩碗的話就是 7的5-6月 大概這5-6月的時候就有的商品啦 但是我自己也是沒有吃過的 Open醬 關東煮系列 這邊也是我們的衛生關東煮 喔裡面料很多耶 你看有蘿蔔 有這是菇吧 菇 然後有一個Olan 跟半顆貢丸 還有一個百葉豆腐吧 蔬菜關東煮 裡面超多白蘿蔔 然後有一個蒟蒻 跟一個菇 還有一個筍子 這應該也是菇吧 有點看不出來 整碗的話是沒有太多的火鍋料 但值得一提的是 剛剛有一個東西我嚇到我了 右邊這碗蔬菜關東煮啊 整碗喔 你整個喝完才50大大 超級低耶 這個熱量 左邊這碗的話應該有火鍋料 他是171大 真的是他的三杯 這碗的話融合了哥哥愛的東西 白蘿蔔 但也融合他不愛的東西是 菇 可以 這兩碗的售價都是55元 右邊這碗我覺得 濃縮版的關東煮 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有沒有人聽過 就有人去裝關東煮的湯的時候 會特別去撈放白蘿蔔的那一個 聽說會比較鮮甜 然後這碗的話他喝得到 白蘿蔔的基底的味道 可是他重點有一個很突出的味道 是竹筍 竹筍那個甜味這樣 但料我就 怕怕吃菇 嗯 掌心鼓勵 鋪超好吃 吸收了那個關東煮的甜 超讚的 只要是會噴汁的那種菇耶 湯 因為我剛剛說他像濃縮版的關東煮 所以你還是可以再加一點點熱水進去 我覺得味道會再淡一點 對我而言會比較友善 看旁邊這碗味噌啊 這個喔 我拿來比較一下齁 鮭魚味噌湯的味道 我知道菜在哪了 菜在那股鮭魚味 但他們兩碗的味噌湯的味道都是偏甜的 不是那種鹹味噌 嗯 還是飽有 我現在是有Olan 還是有他的Q度在 不會說這種泡爛的感覺 如果你想要吃料的話 就點我們的味噌關東煮 想要吃比較清淡的蔬菜的話 就點我們的蔬菜關東煮 那現在的話 我要先來選出兩碗 哥哥可能會喜歡的湯 好 我選好了 我決定 蔬菜關東煮 以及我們的花椰菜 搭配義式香草雞胸肉的濃湯 蔬蔬 來來來來 蔬蔬 我現在天氣開始變冷了對不對 希望想喝湯 被弟弟挑了六碗中的兩碗給你 濃湯的味道好強烈啊 這怎麼有點 好像有一個不太友善的味道啊 是我不喜歡的嗎 它鹹鹹 怎麼了 這個感覺香菇吧 對 菇 幹什麼 因為我要選香菇給我 講好 講好 沒有啦 裡面是有杏鮑菇 但它主要是菜桃的味道 嗯 沒有 它其實有菇耶 有點進去耶 但菜桃如何 因為我不敢吃菜桃 它燉得很滷耶 真的不錯 對不對 而且它有點辣辣的 對不對 一點點提味用的 很棒 看來我們勝負非常的明顯 嗯 就是我們的 花椰菜 蔬菜雞肉濃湯 登登登 但一般來說可能會成關東煮耶 就 應該說它用得太好了 嗯 它竟然把那個菇味跟菜桃就燉燉去 菜桃櫃 菜桃 有耶 有耶 它除了那個本身的濃湯味道之後 然後還有帶點辛辣 對 一點點一點點這樣子 好 希望呢以上 有推薦到你啦 如果呢 你也有去超商買到這些湯品 然後或者是 聽到我 聽到我的搭配 像我就搭配玉飯糰 搭配麵包啊 等等的 你也有用這個吃法的話 也歡迎拍照片 PO到Instagram take我們 我們都看得到喔 欸快 快不要劇 多不要劇我們不要多看 讓IG在這裡 記得take我們喔 歡迎看到我們喔 記得訂閱 分享還有開啟鈴鐺喔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Facebook和IG之中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是什麼 這是湯嗎 出去一點 感恩的心 喝